林徽因走后第七年 61岁的梁思成娶了34岁的林珠 据说林珠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梁家女主人 就把客厅里林徽因的照片拿了下来 林徽因女儿知道了 抬手就是一巴掌 而梁思成只是站在旁边 淡淡说了句 何必呢 你觉得梁思成爱他吗 其实一开始两人要结婚 大家都反对 因为林珠的前夫是梁思成的学生 程应泉 当初程应泉因为支持林徽因保护古城的主张 被连累 林珠立马提出了离婚 整个清华园没人不知道这回事 但过了几年 梁思成却要娶林珠 而且当时程应泉还在清华 你想想这事能好看吗 我因为支持师母 妻离子散 结果我师父竟要娶我前妻 所有人都反对 可梁思成坚持要娶 这可把林珠感动得不行 认定梁思成真的很爱他 他总是强调自己 三个月拿下梁思成 四月份他帮梁公整理资料 五月份梁思成表白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 打破了这么多年的孤寂 给了我莫大的幸福 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 六月份两人闪婚 从那时起 很多人说林珠在嫁是为了钱 名 是为了取代林徽因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 说他不如林徽因 林珠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但他或许想证明在梁思成心中 他能比过林徽因 婚后不久 梁思成也遭到了挫折 但这次林珠没有跑 反而用自己每月六十二块钱的工资 养活了一家老小 事无巨细的照顾着梁思成 他觉得林徽因不会做饭 不是个好太太 而他却能把家收拾的很好 总能比过林徽因了吧 但林徽因的光芒太盛了 梁思成活着的时候 家里处处都是林徽因的痕迹 所有人都说他不如林 梁公去世后 他把林徽因的照片扔掉 把林徽因的陪价变卖掉 呕心沥血 把梁公的资料整理出版 但封面仍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合影 因为梁思成一生的成就 丝丝缕缕缕都离不开林徽因 林珠执着一生 终成净花水月 沈从文曾说 林珠离婚和再婚 都是因为本性上的脆弱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 我们如果真正开明 既不宜对之 有任何过多的谴责和埋怨 人情复杂 哪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呢 林珠晚年接受采访 提到林徽因就说 和死人争什么 但真的放下了吗 我想或许问题的唯一答案 就是切记在爱情里 迷失自我吧 不必和任何人比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